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例二 例二呢 这道题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同学们自己先试一下 好吧 差不多了吧 来 我们对一下答案 已知在平面直角坐标系XOY中 点A04 在这已经给你标了 是吧 点B和点C在X轴上 点B在点C的左边 然后点C在圆点的右边 其实对这个图的一个描述了 那么做BE垂直于AC 垂足为E 我们在这做了个BE垂直于AC垂足为E 点E在线段AC上 然后呢 且点E与点A不重合 直线BE与外轴交于点D 直线B与外轴交于点D 若BD等于一个AC 这段长度和这段长度相等 那么第一问求点B的坐标 在这儿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难度不是很大 原因是这个里边是不是出现了三角形全导 提摆给了一个BD等于AC这样的条件 其实是不是就是在引导你去证明三角形全导 能不能找到这里边哪两个三角形长得像的呢 应该是三角形BOD全等于三角形 AOC对吧 AOC 画圈的那两个边也就是提摆已知的BD等于AC 是它们的斜边 斜边已经相等了 第二个它们都是直角三角形 第三个呢 这个垂直要发挥作用了 垂直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永远是用来导护鱼的 对吧 那我们可以得出这地方有一个角1 这地方有一个角2 这个地方有一个角3 这样的一个关系 12护鱼 23护鱼 所以13是不是就相等了 一个锐角相等 一个直角再加一个斜边 那么我们应该是一个AAS 这两个三角形一旦全等 我们可以得出BO呢 就等于一个AO 是吧 就等于一个4了 因为这段长度我们知道是等于4的 那导致B点坐标是不是就出来了 B点的坐标就应该是一个负次0 第一问 解决了啊 用一个全等 是吧 第二问 设OC的长为M 来 这段长度为M 三角形BOD的面积为S 现在呢 求S与M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并求出这个 并写出这个字边量的取得范围 对吧 来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BOD是个直角三角形 其中它的底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这段长度我们刚刚算完是等于4的 如果要表示它的面积的话 你必须得知道高吧 那也就是OD的长 OD是多少呢 是不是也是M 原因是我们的这个OD和OC是相等的 对吧 和OC是相等的 是利用这个三角形全等得出来的 那很容易了 S应该等于什么呢 D乘以高出于2 也就是4乘以M再出于2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2M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标出这个M的曲直范围 我们的M受到一些什么样的限制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一段长度受到什么限制 是不是有一个E点不与A点重合呀 也不能和C点重合 是吧 不能和AC重合 那么现在想一想 如果是这个点和A点重合的时候 我们去做一个什么锤线之类的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 此时我们的锤足就应该是A点 那导致这一段长度 是不是应该等于4了 说明我们的M一定要怎么着4呢 M是不是肯定要小于4的 另外一个 C点是不是必须得在正半角上 对吧 得在圆点的右侧 这是题目已知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M 还必须得怎么着呢 大于0 导致最后求出来 这个M的曲直范围 应该是0小于M小于4 就已经做完了 所以这个题呢 我觉得难度不是很大 先来一道简单的另一手 一会儿呢 我们有比较难的题目 好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例三 这道题呢 我觉得难度就开始越来越大了 同学们呢 也可以自己先试一下 好吧 有没有同学做出来呢 来 我们一块看一看 好吧 如图 以知直见OA的解析式为Y等于X 这是我们的OA Y等于X是不是就是 一三向线的脚平分线 对吧 它上面的坐标呢 它特点是横速坐标都一样 是吧 比如223344都在上面 直线AC垂直 X轴于C点 在这地方呢 又做了一个垂直 那大家想想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三向线的脚平分线 导致这个AOC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45度 在这又做了个垂直的话 其实AOC就变成了一个 等腰直脚三向线 所以一边读条件呢 一边要去思考 还是那个要求 点C的坐标是一个20 如果C点坐标出来了 那么我觉得A点的坐标 马上就出来 因为他们俩的横坐标 是不是一样的 横坐标都是2 而A点又在外动员X上 所以A点呢 应该是22 对吧 直线OA关于直线AC的 对称直线为AB 交X轴于点B 来我们看一下啊 直线OA关于AC去对称了一下 变出一个AB出来了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地方考了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应该是三线和一啊 其实我们的OAB 就马上是一个 等腰三了 而且还是一个等腰直角三二型 原因是我们在这儿 如果要对称的话 O点和B点 是不是肯定是关于 这个东西要对称的 那么导致这条线 既是高又是中线 所以就三线和一了 那三线和一以后 这是一个等腰三二型 其实我们的OC和CB 是不是应该是相等的 对吧 你这个C点的坐标 如果是20 那么B点的坐标 是不是就应该是40了 就是40了 好 看一看 题目让我们干什么啊 第一问写出点A及点B的坐标 解决了 是吧 A点坐标是一个20 没错 A点坐标是个22 A点坐标是个22 B点坐标呢 是个40 这样我们就把AB这两个点的坐标 先表示出来了 第二问 如图 直线AD交X轴于点D 现在又来了一条直线 AD交X轴于点D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地点 那么且三角形ABB的面积为1 ADB这个三角形的面积为1 大家想想这个三角形的什么是知道的呢 这个三角形的高是不是知道的 高应该导于2 面积如果是1 说明底是几吧 底是不是应该是个1啊 ADB是一个顿角三角形 高在这儿 对吧 那如果求出底是1了 我们又知道B点的坐标是40 说明这个D点的坐标 是不是应该是30 对吧 正好题目要求D点的坐标 又搞定一个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个3 是吧 应该是个3 好了 那这一问其实也没有难度 是拿一个面积呢 来倒推坐标的 往往就是什么 D啊 高之间互相弄一个关系出来就行了 好 再看一下第三问 做了一个OE垂直于AD 是吧 然后又做了一个BF垂直于AD 垂足分别是E和F 求证OE等于一个AF OE等于AF 什么想法呢 是不是要找三角形全等 还有OE和还有AF的三角形长得像的 确实也有吧 应该是我们的三角形 AOE AOE全等于三角形 BAF 其实在这儿呢 有一个三垂直模型 也就是我们的弦图 弦图 基本图形 这个地方其实有个垂直 原因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大个的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这个地方有一个垂直 这个地方有一个垂直 那么要证明 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第一个 它们都是直角三角形 对吧 第二个 它们的斜边 等于斜边 等腰 是吧 然后第三个呢 又是经典一二三组合 脚一 脚二 脚三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脚一和脚二互余吧 脚二和脚三互余吧 所以脚一和脚三相等 一个锐脚 一个直角 加一个斜边 是不是又是AAS 就三垂直模型的一个经典 辨识 就是这个弦图 导致我们在这儿 很容易证明 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那你的OE 是不是就等于AF了 对吧 OE等于AF 好 还有一问 并直接写出H点的坐标 来注意这个H点 是我们这个OE这条线 与AC的交点 与AC的交点 那直接写出H点的坐标 怎么来写呢 有很多办法 我在这儿呢 先把这个图先擦干净一点 让大家看明白一点 来要写这个点的坐标 在这儿需要跟同学们说一下 中考的最后那道压轴体 它的第三问往往会这样问 说直接写出 它为什么直接写出呢 一般来说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计算量太大 分类讨论的情况太多 如果你把这个过程全部写到试卷上 太耽误时间了 所以老师呢 不让你写那些 你直接就写一个答案就行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可能会用到一些非常规做法 就是可能有超纲的内容 这个东西呢 用超纲的方法来做会很快 但是用常规方法来做特别麻烦 这个时候呢 老师也会说直接写出什么什么的 所以每次问 你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应该明白 确实可能就不是太容易了 不是太容易了 那我们如何来处理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猜 对吧 这个A点是22 这个H点 大家猜一下什么呢 21 是不是感觉这个H点 有点像这个AC的什么呀 终点吧 这是猜的 那如果猜出这一问的同学呢 你马上就其实应该有一个思路了 我无非就是要证明这一段等于1 对吧 那这一段等于1 我们怎么来呢 其实我们原体里边这一段是等于1的 还记得吧 BD的长度是不等于1的 我要证明这一段也等于1 其实你只需要证明什么呢 某两个三角形全等 是不就行了 是我们的三角形AOH AOH全等于三角形 ABD 看一下字母没有对上 AOH 那应该是BAD 是吧 BAD 这样就对应上了 它们两个为什么全等呢 第一 最长边 是不是等于最长边的 第二个 它们都有一个 这样的角度 45度 各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在这儿是不是这个角应该45 是因为三线和1造成的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等腰直角 对吧 这个角也是45度 好 我们已经有一个边 一个角相等了 剩下来的干什么呢 其实还有一个角嘛 还记得我们刚才标的这两个小角吗 我说经典123组合 在这儿是不是有个角1等于角3啊 对吧 有一个角相等 两个角相等 外加一个最长边 那么就应该什么呢 ASA 这两个三角形全等以后 我们可以得出 AH等于一个BD 是不是就等于1了 那么H点的坐标呢 就应该是一个21 其实也不难 对吧 就是你要善于发现 我们在这儿呢 要用一个三角形全等去搞定 但这个不好猜是吧 就你怎么能想到这地方是个1 还要跟它去建计联系 不太好猜 那么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不费脑子的做法 不费脑子做法 就是硬算 我如果要求这个H点的坐标 其实大家想想 它的什么坐标是知道的呢 它的横坐标是知道的 它的横坐标肯定是2 无非是要知道它的重坐标 那它的重坐标 我们在一次函数里边求一个点坐标 是不是还是要求解释 如果我能把OE的解释式求出来 如果我能把OE的解释式求出来 那么把横坐标等于2往里一带 重坐标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么您是怎么来求OE的解释式呢 题目给了个条件 是OE垂直于这条线 那我们之前其实讲过 在一次函数的之前讲过一个支点 当两条直线互相垂直的时候 它们的斜率互为负道数 对吧 平行的时候是斜率相等 垂直的时候 斜率是互为负道数的 那我要知道这条线的斜率 我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个AD这条直线的斜率 先得算出来 我们知道A点坐标是一个22 我们知道一个D点的坐标是一个30 对吧 那你完全可以求出YAD YAD这条直线应该是 我看一下 -2X -2X加6 这是我们AD的解释式 那个人说老师你怎么算得这么快 是因为这个一字函数的解释式里边 K 它是等于一个探紧的α的 只不过大家现在没有学过三者函数 所以我暂时不给你讲那么多 不给你讲那么多 等你学了三个函数以后 我们求这种直线都一秒就出来了 好 YAD等于-2X加6 这个东西如果知道了 那么我们这条直线的斜率是不是就知道了 应该是什么呢 YOE 它就应该是一个121X 因为与它的斜率是不是互为负道数 -2的负道数是12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 这个东西是一个正比例函数 所以导致 它就是2分DX 完了 又知道横坐标等于2 所以纵坐标是不是用2分D乘以2 当于1啊 那我们的H点的坐标 就是21 这是一个不费脑子做法 那就是纯计算 我们求点的坐标这种东西呢 用解析的做法 也就是函数的做法 那么就应该是去算解析式联力求交点坐标 对吧 联力求交点坐标 好 这个题呢 我们讲了两种做法 同学们可以慢慢再消化一下 好吧 那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之际上 我们下棉了 中斌